作为漫威中最经典的蜘蛛侠 托比珠有着三代中最强的实力 同样他也完美诠释了什么奖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起初的彼得 只是一个在学校里被欺负的弱者 只因疑似意外 他被一只变异的超级蜘蛛咬伤 让他获得了强大的超能力 但他并没有因子 就去找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报仇 而是想依靠这意外得来的能力 来帮助本叔叔和梅姨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因为他的袖手旁观放走劫匪 却导致了本叔叔被害身亡 尽管他亲手为叔叔报了仇 可自责和痛苦让他无法释怀 好在梅姨的一番教导 让他重新理解了本叔叔对他讲的话 从此这句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就一直激励着他 我以善小而不为 从扎毛贼的小事 到拯救纽约的壮举 只要人们需要帮助 他就会及时出现 然而彼得的成长之路却是十分孤独的 在蜘蛛侠依里 彼得好不容易打败了大凡太绿魔 却发现他竟然是自己好兄弟的父亲 对社会而言 他除掉了一个大坏蛋 可对他的兄弟而言 却是失去了父亲 但他却只能将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恰好这是他心爱的女孩向他表白 这本该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 但彼得却选择了拒绝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为了身边人的安全 这条路他只能孤独地走下去 到了蜘蛛侠二里 当章鱼博士破坏了火车的控制系统时 面对高速行驶的火车 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最前面 不停地射出蛛丝 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将火车成功停下 但他自己却因劳力过度晕了过去 当车上的乘客们高举双手 把他护送到车厢中间时 其中一个乘客说道 是啊 脱下面具的他只是彼得帕克 一个想靠自己努力去对抗生活的年轻人 会因为失去工作而焦虑迷茫 会因为交不起房租而发愁 也会在蜘蛛侠与彼得帕克 两个身份之间有余 这导致他失去了超能力 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理挣扎后 他选择做回彼得帕克 做回一个普通人 可尽管如此 当发生火灾有人被困时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但当得知还是有人没能被救时 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 如果是蜘蛛侠大家都会获救 而梅依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 或许梅依早就知道自己的侄子是蜘蛛侠 在蜘蛛侠三里 这是彼得的至暗时刻 在梦境中他不断地回想起 自己叔叔被害的场景 在他痛苦不堪时 给了毒液趁虚而入的机会 当他与毒液合体后 彼得的性格不再像之前那般正义 他变得愤怒 变得残暴 甚至对自己最好的兄弟拳脚相降 更是让老板给他身职加薪 然后到服装店里买一身帅气西装 但他并没有无限地放大自己的死欲 反而在惊醒之后及时救赎自己 成功摆脱了毒液 再一次解决了纽约的危机 到了英雄无归 三代同框的场景让所有隐民兴奋 而且他和章鱼博士相隔17年的对话 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这番话更像是对屏幕前的我们说的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